我们三称本师圣号 南无本师释迦莫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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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皈依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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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金记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蓝周日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色例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不争不解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相未处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世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境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的 无知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依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蜜多故 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约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请放掌 各位同学大家新年平安吉祥 老师吉祥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请到 我们刘国伟教授 再一次到我们课堂上来 跟我们分享藏传佛教 非常深奥的 非常殊胜的教法 今天我们要请刘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文殊真实明经的奥义 文殊真实明经的奥义 在请刘老师开始讲之前 先要跟同学们来分享一段 就是我们2月15号这一天 去了灵鳩山拜访新道法师 他也请我们特别转达 跟所有同学的新年的祝福 那一天晚上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 我们从六点半跟新道法师会面 当时是辽义法师 就上次要来我们课堂讲两堂课的 辽义法师来做全程的安排 然后我们在整个芙蓉的山上 灵鳩山这个地方 当时海风还蛮大 天气也气温降低了 但是师傅就走过来 跟我们坐在那一个 可以说面向太平洋的大海 坐下来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 静静的静静的听海风 还有树的声音 然后当时有两位音乐家 很了不起的音乐家 一位是我们台北市立国乐团 前团长也是台南艺术大学的 这个音乐系的老师 就是程中生老师 另外还有一位 享誉国际的这个 洞宵的这个大师 这个廖锦洞廖老师 他们两位就当场在那个山道上 山上的这个道路上 很小的路上 那么跟师傅一起坐下来 那么吹了一段 题目叫做 吴曲吉心 有吴的吴 洪君请你打一下 吴曲就是没有曲子 没有谱子的 吴曲吉心 当下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那么这个即兴的 两位这个音乐大师 即兴的有一段这个吹奏 那么我觉得呢 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在 刘老师开始 来为我们讲这个主题之前 请同学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一段音乐 这一段音乐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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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一般比较熟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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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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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大家一起 哦 李宗盛